今天是周末假期 要带家人出去走一走吗 在苗栗南庄的观光景点石壁吊桥 可以远眺西谷的美景 但是从去年台风吹断了抗风钢索 整座桥就成了围桥 虽然向公所围起了封锁线 禁止进入 但假日还是有游客闯入吊桥拍照 相当的危险 四十年历史的苗栗南庄石壁吊桥 防风的钢索不止生锈 还长了蜘蛛网 下方的木板走道斑驳扶石 整座吊桥显得摇摇欲坠 它又重新 这个又断掉 这个断掉又不能走 不能走 下方所赶紧在入口处 绑上了封锁线 禁止任何人通行 但每逢假日 还是有游客坚持走上去 欣赏周遭的美丽山景 不能给人家走 那有没有很多游客在走 假日在走 假日以前是很多 现在没有了 因为他们都不肯给他们走 封起来了 这座吊桥 曾经是当地的部落居民 唯一的出路通道 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了 在去年八月 台风过境 摧毁了抗风钢索 这座美丽的老吊桥 成了一座围桥 如果开放让人家走的话 我们公部门也会对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公部门也会有责任 就算将公所拉起了封锁线 但只有细细的一条塑胶绳 根本挡不住闯入的旅客 就会会有意外发生 记者彭志明 苗栗报导